那開了這個貨桌連線之後 他送回遊戲公司的主機那邊 他就跟他說 現在我在這個人的電腦產品 我是開了那些貨桌連線的 那遊戲公司主機送回來的訊息 就知道說 我到底要送到這個人的電腦的那一個貨桌 他目前是用這種方式實作 好 那目前對於第四層大家也沒有問題 就是對於第四層大家談到的部分 好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進入到第三層 第三層就是所謂的Mailer 那我們現在有談到說 第四層是決定了他 掌控他的服務品質 他除了掌控服務品質之外 還有一個看到的例子就是 今天我要傳運送的東西 用A點到B點 我會有不同的傳出方式 舉例 我要從台北到宜蘭好了 傳統的方式我要走 那個那條林海 那個彎彎區區 要走很久的路 那自從 不知道民國幾年 我有歷史不正道 我們開通了雪水之後 我們多了一個選擇 我們可以結彎曲 直接走雪山隧道 從台北到宜蘭 那這個就是